那很多的臭膀呢 老师喜欢养花 但是呢 经常需要出门 动不动就半个月起步 他问我 老花姨我们家的花要怎么办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就知道这个打点滴吗 就是打钓瓶啊 你可以到诊所啊 或者是医院啥的 你找他要一个那种点滴 你用一个大一点的容器 水量调小一点 让他一滴一滴的能滴下去 又或者是呢 我再教你一个其他的小办法 就是找一个大点的这种托盘 你看我们这个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很大的托盘 下面放上水 但是你不要把花盆 直接做到水里面啊 不要直接做到水里面 然后呢 下面尽可能的水多一些 你搭一根线 或者是就是那种 搓的那种油灯心那种感觉啊 你搭一根线 让它能够毛细一点水进去 这个都是可以的 时间长了以后 它把根系能长到大水池里面 这个也不会隔屁 主要是注意这个事 所以说华尔门肥料 这个是没有事 有些话说 我半个月不吃肥 有什么没事 植物呢 是一个月吃三到四顿饭 也就相当于人一顿不吃 两顿不吃 甚至说一天不吃 这么有事 好吧 这饭呢 这个是 主要是供上水就行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个可乐瓶子 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可以把这种之类的 改成水培 你看 我不是整个的啊 我不是整个的 给它泡到水里面 是下面有一丢丢的水 它会涨到那个水里面去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了 明白了吗 是可以这样子做 这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建议 就是做成这种水培 别的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就是话 我们注意这个事就行了 当然了 也会有一些个 网上卖的那种浇水神器 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 你也可以去采用那种 比较科技一点的东西 当然了 看自己的一个兴趣和爱好了 我个人建议呢 你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找一个大一点的水桶 给它放到高处 搭一根 就是线下来 搭一根烧出一点点的线 你看了 去到花盆里面 能让它滴点水 这也是一个方案 主要是解决水的问题 其他的呢 都无所谓了 当然了 你像我们大棚里面的话 是不会存在半个月 没人看的 基本上 半天 最多就半天 就得来看一套 超过半个月 那不可能的 花很多的就 着不住了 好了 希望话没理解这个事 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点个赞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的养花知识 记得关注一下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别的错吧